好快啊 谁也想不到 仅仅是一段无字歌的吟唱 竟然能使大风大浪 与眼前面不改色的大浪 眼角泛起了泪花 也是一段作为助唱嘉宾时 没有任何歌词的演绎 竟敲动了一项 以眼科闻名的春晚导演组的铁石心肠 登上了直通春晚的舞台 仅仅是在录音间隙的一段即兴哼唱 竟直接宣告了新生代实力唱将的诞生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 周深绝美无比的大鱼十连唱 原来真正好听的声音 是真的不需要任何歌词来点缀的 出出茅庐的周深为了追求完美 恨不得24小时都待在录音棚 而录音间隙的一段即兴哼唱 直接让已经很美的大鱼原地封神 帮助深深从荧幕后不敢露脸的卡布 唱到了金光璀璨的大舞台 最后的这个吟唱是周深在彭里即兴唱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到周深乐剧版的大鱼后 我只想问下 到底还有什么曲种是周深不能拿捏的 原本以为没有孤近的大鱼是美的大鱼 没有灵魂的直到GG的出现 在跑南现场的开桑直接让现场嘉宾 寒毛直立 B站晚会现场身身当着美丽牙的面 直接舞伴奏轻唱 惊杀众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深发起很来连自己也害怕 摘掉耳粉上演极限拉麦神场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灰红的交响乐遇上大鱼 那种空明永远的美 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让师生从小透明正式走向大众视野的 也是帮师妹来达辅助时的那段吟唱 直接让春晚导演组沦陷 然后是联省琵琶大师 房锦龙 传统瑰宝 与天籁之后完美契合 美轮美奂 不等九年的生命 终于在深深的万人演唱会现场 听到了那梦寐以求的大鱼 周深 他的音乐美学和艺术风格 都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新的音乐世界 他的音乐不仅仅是简单的旋律和歌词 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 一种生活的态度 他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美学 与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也期待 他能继续保持对音乐的热爱和经验精神 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 在他的音乐世界里 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感受到了自己的情感 这就是周深的魅力 他的音乐能够穿透人心 触动灵魂 回首过去 周深已经创作了许多经典的歌曲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他的歌声似乎能够穿透时光 触动每一个人的心灵 他的音乐给予了歌迷们无尽的力量和勇气 让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不再迷茫 随他吧 随他吧 回头已没有办法 我会说话了 原来我的声音这么有此心 滴不下去 你是马 我是杨 于是要帮忙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于是 于是到我自有介绍了 大家好 一个谐音梗突然飘过去 挺好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我们现在正在 《心愿中国首映》里的后台 竞争交换 那好 惭愧惭愧 我这个 就是那我就 可以给你教几句 小羊 小瓦 在里面的台词 我开始了 我说话了 我会说话了 原来我的声音 这么有磁性 就是他前面是那个 他是一只就普通的小羊 对 他前面还是有点同身的感觉 但他最后一句 他为了装生辰 原来我的声音 这么有磁性 原来念台词这么难 不不不 没有那么难 我觉得你一定可以的 在哪 我试试 好尴尬 没关系 不要尴尬 我觉得一定不要尴尬 好 我说话了 我会说话了 原来我的声音 这么有磁性 跌不下去 能 可以 已经很棒了 原来我的声音 这么有磁性 原来我的声音 这么有磁性 比你 smells 我 rebuild 我 你好 哦 我 你 妖